来到三军总医院 带不够钱怎么办 现在不一定要靠ATM 可以靠悠悠卡来付费 您的悠悠卡里面上有余额500块 今天的门诊费是460 在使用了这个电子支付以后呢 第一个它非常的干净 不用带线在身上 第二个它很直接 因为它凡事都有留下记录 第三个它很容易集合 然后我们门诊量非常大 因为加起来大概每天有5000人 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电子支付 可以疏散我们的停车 跟它的这个看病的整个 就诊的等候时间 我会选择用悠悠卡 省去那个排队的时间 我以前是有住院 那就是在缴费的时候 就是会比较 钞票会比较多会不方便 也会怕掉了 或者是被人家拿走之类的 所以如果有这张卡的话 就比较不会再有那样的困扰 这是台北荣总住处院的柜台 从3月20号开始呢 不用带着大把的钞票 只要拿着信用卡 就可以来付款 我在缴费我都要去提款机提款 那时候其实很麻烦 就是整个流程还蛮久 因为有时候很多人在提 就要等再排我三五分钟 就直接拿单子来缴费用信用卡 其实不到一分钟就做完 所以我觉得还蛮便利的